郭德纲在舞台上就曾说过 如果郭焚洋以后说相声 一定是个祸害 但从郭德纲口中听到的那些 郭焚洋的故事 很多网友表示 郭焚洋应该是相声奇才 不知是不是郭德纲有意为之 郭焚洋偶尔也会出现在 德纲社的舞台上 那一句狮虎到现在 还让大家印象深刻 虽然很少出现在舞台上 但是每一次都给大家 带来无限的欢乐 在德纲社25周年的演出 郭焚洋突然上演大闹舞台 借着给父亲送桃的机会 在舞台上撒花 估计这事连他大哥郭麒麟都没干过 副总都拿他没办法 最后被烧饼强行抱下台 冯焚洋还调侃 也就是烧饼 别人都不一定能抱得动 虽然给台上的演员们吓得够呛 但是台下的观众却开心不已 纷纷拍手叫好 虽然郭焚洋大闹舞台 但也挡不住郭德纲的宠爱 前段时间 郭焚洋就成功担任了 天津德云社经理一职 可以说是德云社最小的经历 在最后老郭带领众徒弟唱歌的时候 郭焚洋也是无情地打断了父亲的歌曲 敢打断老郭唱歌 相信郭焚洋也是头一个 相比郭麒麟的乖巧董事 郭焚洋从小就更具备小霸王属性 郭德纲说起自己这个儿子的调皮往事 也是又爱又恨 郭德纲也为自己的小儿子坑过 在郭德纲的节目中 郭德纲就曾说过 自己的小儿子跟朋友一起玩 什么玩具坏了 郭焚洋就说 没有了是吗 让我爸爸给你买啊 这个玩具你没有 让我爸爸给你买啊 郭德纲自己也调侃到 所以这个岁数还得出来工作 虽然郭德纲被自己的二儿子坑 但看得出来 郭德纲满脸的都是宠爱 虽然郭焚洋的年龄不大 但心地却是非常的善良 有一次看到非洲小朋友吃饭的视频 半夜都给哭醒了 问王辉 怎么才能给非洲小朋友送点吃的 郭德纲也说 郭焚洋心重 一沾这个就受不了 看到别的小朋友哭 郭焚洋也受不了 烧饼就曾说过 师娘王辉是一个善人 郭焚洋的善良 可能就是随了自己的母亲 但作为相声大师的儿子 郭焚洋也具有不同的幽默细胞 郭焚洋就曾提出要去南极 还要带领着一众兄弟们一起去 面对其次妙想的儿子 母亲王辉也没有办法 只能拿出南极的照片给他看 看完照片的郭焚洋立马反悔 而且说 这就是南极呀 这我得跟我的兄弟们说 这谁要去 我大嘴巴抽他 看到如此反应的郭焚洋 老父亲说完自己都笑得合不拢嘴 郭焚洋也成为了南极旅游团的创始人 只是旅游团还没有成立 就被一张照片吓得被迫解散了 如今已经六岁的郭焚洋 已经快要到了上学的年纪 郭德纲就曾说过 小儿子说自己不能上学 原因是不识字 这个原因连老郭都没有想到 上学不就是为了认字吗 不知道现在老郭 有没有成功地说服郭焚洋 当初由于要闯事业 老郭没能陪伴大林成长 在大林的童年里 父亲更多的是一个严厉的形象 甚至对父亲有那么一点童年阴影 直到这些年长大了 才渐渐理解了 而老郭对于大林也未尝没有愧疚 相比之下 郭焚洋的童年就幸福多了 老郭显然给了他更多的宠爱和陪伴 在过年期间 郭德纲就曾说过 郭焚洋天天陪伴在他身边 从前那个饥饿如愁的郭德纲 如今多了很多淡然 为人父也多了几分慈爱 这种经历对于老郭自己来说 也算是一种新奇的体验吧